宇航员来到一艘消失已久的飞船中 正中间转动着形状诡异的装置 那正是飞船的引力推进器 船员小心翼翼地靠近这个大家伙 没想到等他一接近 装置竟有意识地停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束强光 照得船员睁不开眼睛来 直到那光线慢慢退去 船员这才看清眼前多了一滩黑水样的液体 揣着好奇心 他先是用手指轻轻触碰水面 只是泛起阵阵涟 然后又将整只手全伸了进去 但仿佛那头有什么东西正在抓他 船员一下就被吸了进去 身后的安全绳索不断拉长 直到最大距离后 从推进器中突然发出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立即席卷了整艘飞船 但奇怪的是冲击波消失后 这艘遗弃的飞船没有受损 但外面前来搜寻的飞船却严重受损 这让船长等人十分疑惑 原来这艘飞船名叫星领域号 它配备了最先进的引力推进器 可以实现重动跳跃 然而在探索太阳系边境的任务中 星领域号在经过海王星驾驶时 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了联系 人类派出了无数的飞船去寻找 但从来没有任何线索 星领域号失踪 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难事件 直到七年后的2047年 空间站突然收到一条神秘的信息 里面传来有人群诡异的尖叫声 这条信息正是来自消失的星领域号 发出信息的星际坐标 恰好是当年星领域号消失的地方 它仿佛凭空消失后凭空出现 为了找出这七年星领域号是怎么过的 上面有没有幸存者 空间站立即派出 霞旅号救援飞船到海王星进行救援 经过56天的太空飞行 由船长莫菲斯领导的七名船员 和星领域号的设计师威尔博士 成功抵达海王星 穿越可怕的云风暴后 霞旅号成功来到星领域号附近 通过扫描了解到 星领域号暖气系统停止工作 船内极度寒冷 在这种温度下不可能有幸存者 但奇怪的是生物探测 已经发现船上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而且到处都是 船长试图联系星领域号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莫菲斯别无选择只能带人登船搜索 三人成功登上失踪七年的星领域号 这艘宇宙飞船中间是长长的走廊 两边是驾驶舱和动力舱 走廊充满了炸弹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引爆炸弹 将飞船分为两部分 船员可以使用驾驶舱作为逃生船 为了节省时间 莫菲斯决定单独行动 机械师去检查动力舱 他带着女医生去检查驾驶舱 来到驾驶舱后 女医生发现了一具前船员的尸体 船员的死状似乎被一些动物袭击了 眼睛被挖走了情况相当悲惨 另一方面 机械师打开动力舱的大门 穿过一条旋转隧道后 机械师看到了引力推进器 原本推进器还是正常工作中 随着机械师的临近 推进器停止旋转 然后从里面发出强光 随后机械师的通讯设备受到干扰 与侠吕号失去了联系 强光散去后 机械师好奇地伸出手去摸这滩黑水 可下一秒一股力量把它拖进了液体里 随着安全绳被切断 推进器释放出一道强烈的冲击波 将侠吕号船体撕裂一道7米长裂缝 氧气泄露短时间内无法维修 船长莫菲斯只能命令船员 暂时转移到心领域号上 侠吕号维修后再立即返回 随着冲击波的释放 被拉入液体的机械师也被冲了出来 但整个人陷入了严重的昏迷 似乎是一个植物人 而且他们也遇到了心领域号的新问题 虽然动力系统完善 但二氧化碳清除器已经损坏 因为飞船太大 即使拿着侠吕号的清除器 也只能坚持20个小时 时间仅任务重 他们必须在20小时内修理侠吕号 在等待维修的过程中 威尔博士在修理电路板时看到了死去的妻子 而莫菲斯在动力舱里看到了 曾经被大火烧死的队友 他们看到了这些都是他们内心的最痛苦的记忆 原本昏迷的机械师全身开始抽搐 面对这些奇怪的事情 莫菲斯意识到心领域号有问题 他封锁了动力舱禁止船员进入 威尔博士认为他小题大做 船员们的幻觉只不过是因为船上缺氧 每个人都吸入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就在大家争问不休的时候 大副说出了自己的新发现 自从他们进入飞船后 这架飞船的生命迹象越来越活跃 所以他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飞船是活的 随着他们的到来 宇宙飞船把他们当作入侵 激发了一些防御机制 所以这里变得越来越活跃 这样的假设让众人难以相信 这时事故突然发生 一些东西开始攻击驾驶舱的大门 其他人非常害怕 但威尔博士似乎感觉到了一些召唤 想打开舱门 幸运的是大副眼疾手快 很快就抓住了他 随着攻击的停止 威尔博士也恢复了正常 但飞船的警报器突然响起 显示有人进入准备舱 大家赶紧跑过去 才发现竟然是昏迷的机械师 这时他的眼睛呆滞 嘴里说着太可怕了 他宁愿死也不愿看到可怕的场景 由此可见机械师在被吸入黑色液体后 看到了极其可怕的东西 彻底打败了他的意志 然后他打开飞船的舱门 在气压的作用下 他立刻被吸入太空 幸运的是在外面修理飞船的莫菲斯及时赶到 一脚冲向机械师 把他带回了飞船 然而尽管这机械师获救了 但他已经遍体鳞伤肋骨被挤断了三根 人们只能把他放进休眠舱 这时引力推进器不断闪现在威尔博士的脑海中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 他的眼睛变得冰冷可怕 此时此刻莫菲斯终于想起 检查了新领域号的飞行日志 看看前船员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随着飞行日志的修复 当时可怕的场景被揭露 画面就像人间炼狱船员们似乎自相残杀 看到这可怕的一幕莫菲斯立即下令放弃搜救任务 收集二氧化碳清除器全部撤离新领域号 撤离后毁灭他 但是威尔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话 话音刚落飞船的生命指数开始飙升 似乎像一头巨兽正在复苏 与此同时正在收集清除器的医生又出现了幻境 推进器似乎有一些魔法 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活泼的儿子 医生追着儿子在飞船上跑来跑去 结果他被幻境引向高处 他才在空中摔倒当场隔屁 威尔博士来到动力舱 看到了死去的医生 奇怪的是医生的眼睛变黑了 然后威尔也看到了幻境 他看到他痴迷于工作 整天在太空中研究飞船 导致妻子抑郁后自杀 面对这一切威尔非常心痛 这时他的妻子又出现了 让他去那个世界陪他 那个世界很美 不用眼睛就能看到 威尔被幻境蛊惑生生地挖下了眼睛 然后他悄悄来到侠捋号上面 在上面安装了定时炸弹 防止莫菲斯等人离开 当莫菲斯发现少了一颗炸弹时 已经太晚了一名船员当场被炸死 正在修理宇宙飞船的小飞 也被炸进了太空 目睹惨缺的莫菲斯立即通知其他船员 小心博士见到他格杀勿论 结果下一秒收到通知的船员 被威尔拉了起来 直接送去见上帝 这时新领域号上的七名船员 只剩下莫菲斯和大富在驾驶舱遇到了威尔 他看起来很可怕 虽然他的眼睛不见了 但似乎不影响他的视力 从他的嘴里 莫菲斯终于知道新领域号消失的七年去了哪里 七年前新领域号经过海王兴时 不小心冲出了现有的宇宙 进入了一个比地狱更可怕的世界 在那里待了七年后 新领域号又回到了现有的宇宙 去的时候他只是一艘飞船 回来的时候却有了生命 博士现在想做的就是开新领域号回到可怕的世界 之后他启动了引力推进器 但几个人没想到的是 刚刚在爆炸中被炸入太空的小黑没有死 而是靠着身上的推进器重返新领域号 他的突然出现吓了威尔一跳 举起枪就干了 结果没有击中 只是打碎了驾驶舱的玻璃 在强大的气压下威尔被直接吸入太空 莫菲斯和大富侥幸逃脱 及时关上了舱门 而小黑又爬回了新领域号 这时莫菲斯想起由于新领域号的特殊架构 可以在遇到特殊情况时炸掉中间走廊 船员可以乘坐驾驶舱逃生 他让两个人开飞船自己启动炸弹 一切准备就绪后 莫菲斯正准备用引爆器返回 飞船再次创造了一个幻想 莫菲斯看到他死去的队友释放了一团高温火焰 把他逼进了动力舱 当舱门关上时 莫菲斯知道自己离不开了 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直接按下了引爆器 随着走廊被炸毁驾驶舱成功地脱离了飞船 带着两个幸存的人飞向了地球 引力推进器也打开了一个黑洞 把所有的一切都吸进去 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地区 在宇宙中漂泊了72天后 驾驶舱终于被救援队发现了 救援队发现了三个幸存的人 救援队救下大副后为首的队长慢慢地揭开了面具 大幅惊恐地发现这个人居然是威尔博士 幸运的是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他真的只是一场梦 还是在暗示什么